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國內手機代購 以下介紹這部手機就是來自OPPO推出的R5 這部R5的手機最大的賣點當然是我見想非常薄 其實在發佈會的時候,除了發佈這部R5 當然還有一部N3,N3主打電動式的旋轉鏡頭 而這部R5在當時發佈的話是全世界最薄的智能手機 當然大家都知道,其實最後一部X5MAX已經打破了這個紀錄 但其實兩者相差是0.1mm 當然你問我,其實真的拿上手機分別不大 當然這部R5是一個非常吸引的手機 先說回這部R5,先說回規格 這部R5剛剛說過了,其實機身非常淺薄 只是4.85mm 而在屏幕方面,就會用上5.2吋的FHD屏幕 另外在屏幕素材方面,就會用上三星的AMOLED 至於像素方面,後置會有1300像素鏡頭 用上Sony相機,前置方面也有500萬像素鏡頭 至於這部機方面,其實就支援中港的4G 在國內就會支援中移動的4G、3G、2G 在香港的話就支援所有台的4G、3G 另外SIM卡的類型是MANO SIM 大留意一下,這部機的話就不可以換電 以及不可以加卡 MAN方面會有2GB RAM和16GB ROM 電池容量方面會有2000的電池容量 Android方面會用Android 4.4.4 用他們自己的Color OS 2.01 CPU方面會用溝通的615CPU 速度方面會有80芯的1.5GHz 其實說回這部R5的話 其實在機身設計方面 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非常淺薄的 厚度方面 只是4.85mm 亦都是手機上小數是5mm以下的厚度 當然啦 亦都有報告稍後的X5 Max 但留意稍後的報告 其實根據廠方的資料 就不適合香港使用 只是用到2G 但這部R5的話 是支援香港的4G、3G 所以如果想買那部X5 Max的效果 都要留意 首先說回這部R5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在視頻都可以看到 其實機身邊是非常非常薄的 其實握上手的話 大家可以放心 有很多客人這麼怕 如果這麼薄的話 會不會說這部機好容易會懶呢 其實這部機是用上一個不鏽鋼的機身 其實在硬正度方面是非常堅硬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這部機 會不會怕那麼薄 而怕機身會咬斷了 像蘋果一樣 當然啦 由於機身都非常淺薄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在相機像素鏡頭的話 是會突出的 但可以放心 由於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其實手機後面的相機鏡頭的話 用上一個藍寶石的鏡頭 所以一般來說 其實玻璃就沒有那麼容易化 至於機身的右邊的話 會有一個Power鍵 音量加減的 左邊沒有任何虛擬鍵 有一個Micro SIM的拆頭 留意這部機是不支援我自己的卡 至於底部的話 會有一個Micro USB 和爸爸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雙手機沒有太薄的關係 本身是沒有3.5mm的耳機頭 有很多人會問 那怎麼辦 如果我去聽耳機的話 廠方的話 跟機會有一個轉換線 是Micro USB轉3.5mm 大家可以用那條線 去做一個擦拆模的耳筒 在機身方面 其實就非常鉤薄 而你用上手的話 我也不覺得 只是類罪或重手 但握上手來的話 是非常好的 至於肯定的配件 這部R5 其實跟普通的Oppo機器差不多 會有一個耳機 另外就是有一個閃充 這個是mini版本來的,跟N3一樣 變相來說其實Size會小很多 還有USB位和數據線是可以分開插的 另外還有吉針和膠套在裡面 今次這部機廠方都送了膠套給你們 首先這部R5手機 剛剛剛才所說,手感方面是非常好的 因為非常鮮薄,而且不覺得重 用上一個不鏽鋼的機身的話 其實機身都非常硬 至於運行的OS方面 用上他們ColorOS的2.01 即是Android 4.4.4 其實也是跟普遍的OPPO機差不多 如果玩過OPPO的機身就不會陌生 這部機最大的賣點就是鮮薄 由於屏幕方面,用上Armorland螢幕 其實顏色都會比較鮮艷 對比之前的OPPO機 這部機的賣點就是主要外觀 N3當然也知道 N3系列會賣旋轉式的自動鏡頭 而普通的Fime 7 會以規格比較強的手機 而這個R系列的 廠方一般都是 著重外觀設計和尺寸方面 主要是一些鮮薄的路線 所以他們自己Op好不同系列 有不同的定價 如果買了這部機 基本上99%的客戶 都是貪穿它的鮮薄機身和外觀 當然性能上方面 這部機不算太強 而且這部機也不是賣什麼性能 純粹都是賣鮮薄機身和外觀為主 如果價錢三千多元合合你的話 你問我來說 其實要看你自己的客戶要求 因為始終市面上 這麼薄的手機是非常非常罕見的 而且造工方面是非常好的 這部機是絕對值得一玩的 另外留意回 剛剛講過 國內版 大家玩開都知道 其實跟機不會有任何Google Service 當然 經過我們這邊國內手機購買的客戶 我們也幫大家安裝這個Google Pay 服務 比上來講 跟平時大家用開的機器沒有分別 至於 當然 如果玩過OPPO的機器都知道 其實他們自己Color OS的話 本身已經有繁體簡體和英文介面 都足夠大家使用 其實速度上 其實跟平時玩開的Android機 或者OPPO的機器差不多 我們就不多介紹 最主要就是 關於這部機器 我們先講一下閃充方面 其實閃充方面大家也知道 其實他們今次有mini版本 其實比上一代會更好 而且留意回 這部機本身是沒有一半電的 只有2000個電量 有很多客戶會擔心不足夠使用 但可以放心 其實OPPO都知道這一點 其實今次這部機器 會支援外置閃充的外置電 當然大家要另外購買 其實比起一般其他的外置電 今次的迷你閃充電 外置閃充的話 其實它支援Fime 7 或者OPPO的N3 甚至乎這部R5 如果大家想外面 都可以快速充電的話 其實這部機器都可以支援 可以壓外閃充的充電器 另外就先講一下這部R5 其實剛剛講過了 它雖然暫時不是全世界最薄的手機 但也數一數二 其實只是僅次於V5 Mix 0.1mm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介懷這一點 但整體上的機身方面 其實都非常帥 而且造工非常好的 現時這部R5的手機 在我們這邊國內手機特效有收到的 其實有需要的客戶 都歡迎聯絡我們這邊 國內手機特效查出 剛剛講過了 其實很多客戶都會關注另外一部 叫做V5 Mix 但就有一個不好的消息 就是暫時V5 Mix公佈的制式 暫時不適合香港使用 即使使用的 只要支援GSM 即是2G 所以想購買那部手機客戶 都要留意這件事 相反這部R5 是支援香港的4G、3G頻寶 所以要留意 多謝大家支持 8G OK 謝謝人 謝謝你